继续来看全球饱受通膨所苦 中国大陆现在却在担心 可能出现通缩 大陆8月CPI通膨数据 比7月高出了0.1% 可是分析师认为 这主要是因为台风 还有干旱这些天灾浓损 推升粮食的价格 但是大陆的国内消费力 其实相当疲弱 摩羁台风侠超强锋利 肆虐大陆东南沿岸 光是在海南海口市和文昌两地 栽损上看600亿人民币 相当于台币2700亿 小老百姓最关心的菜价 是不是也跟着飞涨 肉群蛋菜 这些基本上都覆盖了 都有 好像价格不会相差很远 从今天下午开始 土豆 洋葱 胡萝卜 白萝卜 以及白菜 卷形菜 这些也会陆陆续续的到货 所有的价格都是参照 台风前三天的价格 不做任何变动 大陆官方极力稳物价 尤其是台风前后的菜价 但这个稳是真的稳吗 大陆最新公布 8月通膨数据 CPI月增幅0.6% 从环比看 食品价格上涨 是主要的促生因素 从同比看 我国经济延续了回升向好的态势 带动了物价的持续期望回升 7月月增0.5% 8月月增0.6% 不到日期 而推升着价格为涨 其中一环在于猪肉价格 8月由于供需波动 导致猪肉价格上涨 但这涨势没有持续 毛猪供应回稳 价格走落 那其他的食材费为什么涨 答案就是天灾 包含台风造成的内涝 豪雨及旱灾 受灾农地面积广达146万公顷 让叶菜类等价格不稳定 但是除此之外 没一个涨的 国外分析师试镜 通膨消费数据很不妙 彭博社报道 法国巴黎银行等银行分析师 衡量整体经济价格的广义指标 就是大陆国内生产毛额GDP 评检指数目前连5计下跌 可能延续到2025 会是1993年开始统计以来 最长的一次通缩 尤其大陆经济最大地雷 房市已经爆雷 却还没除雷完毕 这导致外资信心难以跟着回笼 人行前行长易刚罕见坦诚 大陆内需疲软 应该更专注对抗通缩压力 这些都是警告信号 向来对景气敏感的精品商 有所动作且走且看 因为大陆也进入了 所谓经久饮食的旅游旺季 先是有中秋廉价 我没想到他这还弄了 是这个大月亮 这个可能比那圆月拍出来 更好看 中秋的时候会发现 天上还有一个月亮 同时相隔不到两周后 又是大陆十一廉价 旅游业开团接单 接到手软 会呈现出这种 层龄晶染天地辽阔的 属于金秋独有的景象 所以这个季节出行 看到的景色是全年最美的 只是要实际拉动经济 还是得靠制造重工业 中国大陆日前就宣布 对外资限制清零 明显是大开方便之门 制造业领域 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清零 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 以及经济新体制的重要举措 标志着我国高水平 对外开放取得了新进展 预计在制造业后 还有电信教育等要跟进 就是因为今年第二季 外商直接投资 减少148亿美元 为有记录以来 第二次出现负值 现在扩大开放 要为经济添柴火 但是前景不乐观 今年从IMF到各家外资银行 普遍认为大陆GDP保五 充满挑战 如果没达标 恐怕更凸显 大陆会陷入螺旋式通缩的停滞危机 TVBS新闻综合播斗 在南韩现在如果生病或受伤 想要就医恐怕真的得自求多福了 南韩一届罢工超过7个月 到现在还没有平息 很多民众到急诊室也碰病 甚至有伤患被转院 转来转去导致丧命 南韩政府为了救急 找来军医支援 没想到他们却被网络霸凌 指控他们能力不足 南韩医生不满医学院 扩招发起的罢工请辞案 从2月延烧至今还无法平息 近期甚至连老百姓都开始上街 不满沦为牺牲者 这个月初南韩釜山 还发生70多岁建築工 因为错失救援良机而枉死的悲剧 受害建築工当时不生坠落 多处骨折 没想到却接连遭附近的八间医院 以人力不足为由聚生 导致他事发后四小时还在转院 结果死在半路 南韩人现在相机症恐怕真的得看运气 上个月就有两岁大热静丸女童 在首都圈连遭11间医院聚收 因此陷入昏迷 其余中青北道也有惊险状况发生 一名尿道感染及需手术的小宝宝 最后竟然得送到100公里外的首尔才 见回移民 但类似状况却像是恶性循环 建国大学中州医院就有医生累坏分而请辞 这也导致更多病患涌入其他的医院 进而造成更多急诊室面临瘫痪 青上南道一间原本设有24小时 二科急诊的医院最近也被迫中断 急诊呼吸道治疗 害怕这种情况还会一直延续 南韩119最近接获协巡医院的电话就明显大爆增 对比2023年大约519件 今年截止8月中已经来到快1200件 增幅高达131% 除此之外南韩六大癌症相关的手术 也因此无法顺利进行 从二月份算起手术执行量同比下降了17% 只怕紧接着中秋廉价到来 状况还会更糟 南韩医疗人力短缺 此时得不到解决 政府只好想出中秋对策 说要请军医来支援 没想到军医还没帮上忙 却惨遭网路霸凌 各种酸言酸语 缺乏第一线经验恐怕能力不足 还有人刻意在网上贴出完整名单 导致军医情绪大受影响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急诊室危机 南韩总统尹席越 今年以来已经多次造访医院 私下却还是坚持 无法延后 2025学年医学院扩招 2000人的立场 政府和医师群都不愿退让 只怕这场南韩医疗界的 白色风暴还会继续延烧 这新闻综合报道 欧乌战争的部分 再来看乌克兰部队 在乌东地区陷入苦战 不少新兵刚上前线 就传出不服从命令 导致军心涣散 现在乌克兰打算 再把囚犯送上战场 不过在打击俄罗斯本土的行动 乌军再度出动 140多架的无人机大举进攻 其中12架还飞进了莫斯科 乌军无人机一大清早 就发现一辆俄军坦克 在草原上出没 锁定目标后 无人机立即俯冲撞击 但一次还不够 乌军再出动第二架无人机 确保彻底摧毁敌军坦克 乌克兰无人机10号凌晨 再度大举入侵俄国本土 俄罗斯防空系统击落超过140架 包括12架出没在首都莫斯科上空的无人机 人民宅惨遭命中冒出熊熊烈火 这波攻击还导致俄罗斯三座机场紧急停止 半计起降 CNN近期采访六名乌克兰军官 他们坦诚东部战况陷入胶着 新招募进来的士兵开始出现军心涣散 甚至不服从命令 军队只好再度把犯人送到战场 眼前这位41岁前罪犯 曾因为窃盗和暴力攻击事件入狱10年 如今他攻击对象是普京的军队 这支前罪犯部队隶属于乌克兰第59旅 他们说在前线的营区虽然简陋 但比牢房好很多 而且他们心中只有两个目标 灭敌汉存活下来 这次到前线打仗 他们还是希望能够活着回家 只是沙场上的生与死谁都说不定 尤其在近期交火热点 波克罗夫斯克 俄乌双方都有大量死伤 就连美国提供的MAX PRO装甲车 都遭二军无人机攻击 夺走两名无兵性命 还有四人严重受伤 让本来兵力就不足的乌军 战力越来越弱 虽然乌军在东部前线 占下风 但反观在俄罗斯境内的行动 却频频传接爆 除了在布洋斯克州出动 无人机猛攻之外 更是发射极速弹轰炸 库斯克 吓得二兵赶紧开车 倒退炉 美国CIA局长伯恩斯表示 乌克兰的入侵行动 的确让俄罗斯精英陷入焦虑 另外西方情报显示 伊朗首次向俄罗斯提供 用于乌克兰战场上的 短程弹道飞弹 假如属失 这将构成德黑兰支持 莫斯科侵犯乌国的军动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前往沙烏地阿拉伯和王储会晤 并出席波斯湾合作理事会议 讨论如何解决区域紧张局势 拉拢中东支持的意味 十分浓厚 TPBS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看国防自主的项目 也成功唾集到水下无人载具了吗 由中科院龙德造船 共同执行的惠龙专案 近期再度被民众职集 在苏欧港内展开测试 外形则类似小型的海昆浅舰 不过按照国防部先前的说法 未来是用于发展军民通用科技 并非新型的武器 张家其实也指出 依照国内现有的技术 这艘惠龙高机率 是作为测试平台 挺身白红两色相搭 鲜明的涂装 在苏欧港港区之内 格外显艳 在中科院和龙德造船技师 观察视线中 貌似缩小版海昆浅舰的水下载具 缓缓离开暗季 人员搭乘工作船引导转向 再牵引载具往前辅航 行动地点跟目的外界难以得知 不过惠龙专案 已经在众人的目光下 向前迈进 特别是当国防部 有限度地证实 惠龙艇将用于发展 军民通用这关键技术 无人水下载具上 罕见出现的繁照 给了更多传测空间 一般的繁照 它的功能 在潜舰来讲 它是稳定这个 潜舰不要混转 那目前看起来 它是有人的载具 所以搭载成员 大概是一到两个人 你连有人的 都做不出来的情况下 你没有办法去做无人的 因为它有远端控制的问题 它那个潜艇 潜下去海里面 你叫不到它 它就失联了 当温载具能够下潜 这个在我们同时开发 海昆这个系统的时候 相对的彼此之间 会有做技术上的交流 水下载具在进入深度 超过15米到20米之后 它对外的通讯 基本上就会受限制 也就是它已经没有办法 对外实施所谓的沟通 讯号的传输 它的未来 尤其是通讯系统的构联 如何将指管命令传达 这个是目前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类似技术问题 国外不乏参考标的 去年年底已经交付美军 由博音公司打造 世上第一艘超大型无人潜舰虎金 标榜将能透过遥控或AI操作 执行水下侦察 扫布雷或电子作战 友萌在后续也跟进了趋势 澳洲研发的自主式无人潜艇虎砂 也正吸手美国扩大测试 同样的英国 也有一个 他们在今年也采购了所谓的 叫做幽灵沙 最重要为什么要超大型 因为他们是在大洋 在大洋作战环境里面使用 它必须要能够浅得够深 能够跑得够远 而且能够用得够久 比较小心可能会比较应用在 所谓水雷作战 反水雷作战 传言中国防部过去对于 水下无人载具的研发规划 以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的路线 为参考依据 不论是造型或是整合国内资源 事实上美国海上系统协定部 NFC跟美国的国防创新办公室 DIU也共同在发展类似的 就是说导陆现有商用科技 快速的能够把它导陆到军事用度 或许台湾可以从这个方向去发想 不过防长顾立雄曾了当表示 台湾相关的科技能力还有带完备 载具的功用和未来性 学者专家异口同声 认为该从台湾首饰作战的需求 做实物考量 在南海跟所谓台湾海峡 一旦真的有冲突发生的时候 中共中国那边很有可能就利用 水下的无人载具来进行 所谓的水下关键基础设施的破坏 在这方面我们是不是需要思考说 建构什么样的能力 来做水下关键基础设施 就是海底电缆的这些的防护 国防自主的新项目 给了人无限想象 但如何让愿景化为现实 又是另个课题 TB的新闻 新闻将何佳阳一辅 台湾到 据今天10点不一样精选 先来关注的话题是 在物价通膨的世代 家庭储蓄真的越来越困难 根据调查发现 全国家庭储蓄平均达到27.5万 其中以新竹市36.86万最高 新竹县第二 台北市第三 不少家庭主妇都会懂得精打细算 想办法从日常开销 省钱存下来 打磕蛋放上饼皮 料理香气扑鼻的蛋饼 下厨做饭是杨小姐生活日常 当了40几年的家庭主妇 杨小姐辛苦持家 不仅要吃的卫生 精打细算审核包也很重要 疫情之前到一年前 一斤鸡蛋 24块就算很贵了 一斤鸡蛋24块 现在一斤鸡蛋50块都觉得便宜 你觉得有没有涨 物价通膨的消费很有感 就从眼前这份蛋饼来看 杨小姐就有一番心得 疫情前后 蛋价相差近两倍 但该吃的还是得吃 娘小姐会勤跑果菜市场 比较超市跟果菜市场的价格 选择当季便宜折扣 又具有营养价值的食材消费 毕竟在物价通膨的世代 能省就得省 前一阵子是因为台风的关系 所以菜价有一点飙涨 那不过最近应该是慢慢回稳 那所以像之前谈到的这个番茄 那目前都回到正常的一个价格 那在肉的部分的话 目前也都算是一个持平的一个价格 那再加上我们在这两周的周末 都有推出用全支付有5%的回馈 那透过这样的一些优惠方案的话 可以让消费者买到更便宜的食材 对抗同膨之余 杨小姐还养成良好的储蓄习惯 退休前省吃俭用 会把近一半的收入存下来 来到退休生活 也懂得把家中金元分批规划进行储蓄 其实台湾人普遍都有储蓄习惯 根据主计总处2023年家庭收支调查 去年全体家庭储蓄 平均新台币27.5万元 创历史新高 来看前三名 新竹市平均36.86万第一 比去年增加了5.28万 第二新竹县36.09万 比去年减少4.65万 第三名台北市35.4万 年增7000元 但通膨不断对于上半族来说 想要累积财富难度越来越高 主计总处巴附7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增率2.52% 是五个月来高点 人力银行进行上班族调查发现 有46%的上班族没有能力存钱 然后有固定存钱的人当中 平均每个月可以存12,866元 但先别说储蓄了 扛债的人越来越多 根据联征中心统计 全台同时有房贷信贷的双贷族 人数达到36.8万人 房贷每人平均578万元 信贷102.4万 三项指数都是新高 那让他们感觉到生活负担 最大的前五名开销支出 排名第一的是外食餐食的费用 再来是房贷 车贷 学贷 房租 保险费用 还有子女的教养费 保姆费等等 这些生活开销都让上班族 感到喘不过气 经济压力非常的大 该如何在通膨世代 提升家庭储蓄 人力银行业者从数据给出建议 以本次收房者平均月薪 四万零三十块来分析 大约每个月固定 可以存下薪水百分之三十二 符合理财六三一法则 所谓六三一是将薪水 比照六比三比一 分成三等块 百分之六十花在日常消费 百分之三十薪水储蓄投资 最后百分之十的薪水 用在风险规划 平常养成先存再花的观念 避免无畏贷款 满足消费欲望 减少透支风险 物价通膨的部分 有26.6%的上班族反映 因为觉得物价变高 因此需要兼拆打工 因此也激励了现在的上班族 或是年轻人兼拆的趋势 未绸缪先存再花 虽然是理财关键 但在这屡创新高的物价通膨 这八字增严 恐怕对年轻人来说 已经渐渐成为难以打正的目标 全台房价三年涨了超过三成 原因包含了台积电设厂 带动房价 股市热钱涌入房市 以及新清安专案等 专家认为央行极有可能 是会选在九月份 祭出更新一波的信用管制 因此第四季 恐怕会是多空决战的时刻 她的屋龄也是十几年 她是写自备款要300多万 但现在也不一定 可以带得到这个价格 有买房计划的上班族Peggy 已经有三四个月都在看房 她将目标锁定在 台北市内湖区域的中古屋 但目前也没有找到 新移的物件 跟朋友去看房 他们就是会遇到一去 你如果没有先下斡旋 或是先告诉房中说 我们确定要买 那可能明天或是 再两个小时后 那个房子就被订走了 所以想说 是不是要先下斡旋 可是又担心银行带不过 房中都会提醒说 因为银行不好带 所以希望可以就是 预备款要先拉高 可以有到四成以上 会比较保险 比较带得过 才不会发生 如果真的买了 然后银行带不下来 会有违约 全台房价三年涨 超过三成 原因包含台积电设厂 带动房价 股市热钱 涌入房市 以及新清安占案等 都是推升房价上涨 主要的因素 从银行资料中 也可以发现 二零二四年 五月以来到七月 国营房贷余额 已经连续三个月 都增加超过千亿元 也造成银行不动产贷款 逼近银行法规范 百分之三十上限满水位 令不动产业者对房市引起疑虑 第四季恐怕会是多空决战时刻 当然央行目前也看到 在整体不动产 它的一个集中度 那么事实上 在这个放款的比例上 虽然在七月份 从六月份的37.43% 那么下滑到37% 但是目前依旧 还是处于相对的一个高档 那甚至在不动产的贷款的一个 在占整个放款 它的一个平均的比例上 到七月份还是有达到26.61% 依旧处于相对的一个高档 针对国内房市升温 台经院预估央行不排除寄出两种剧本 第一是扩大范围 原本央行限制特定区域贷款 特定区域局限于六都 再加上新竹县市 因此范围可能扩大 第二则是最高贷款成数可能再降 也有房市趋势专家认为 房市已经陷入擦协同理论 高风险时期 因此第四季将是房市多空决战的 关键时刻 所谓的擦协同的效应 会不会包开来 房市的话 我自己是比较保留 因为房市跟股市 其实它的一个流动性 跟它的一个交易成本 其实还是有蛮大的差距 房市的话 它因为交易的流动性没有股市那么高 所以我对于房市是不是会突然间短期之内 整个房价大幅的下降 其实我觉得这个倒不一定 这个可能还要再观察 专家认为房市和股市不同 因为股市一旦真的泡沫化 下跌速度往往都在短时间内 而针对现代令风波引起的声浪 确实挑战借款人的期限 房市专家也点出下半年房市违约率 可能会大幅提升 其实银行借钱给你是好事 其实不借给你 其实有时候也是个好事 因为其实你要考量一下 就是说 因为现在可能大家都觉得 买房子很划算 我要赶快进去买 可是你有没有考虑过自己的 所得 自己的是不是资金足够 我想基于这些数据上的一个表现 那么央行呢 极有可能还是会在九月份 寄出更新一波的选择性的一个信用管制 那主要还是希望能够 那么来管控整个银行 目前在比较过度于集中在 房贷这个部分的风险 接下来房市究竟会往何处走 央行九月里坚市的决策 将会是重要转折点 而台经院产经资料库 研究总监刘佩甄也提到 目前全球地缘政治一律未除 以及美国总统大选的后续影响 还有中东局势 以及恶务战争变化 另外买卖双方价格的认知扩大 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 未来半年房市展望趋于谨慎 房市是否会飞来黑天鹅 一切都很难说 TV新闻和这样一些单词 台报道 许多国家将老年人的定义 标准定在65岁以上 不过因为医疗进步 人类的寿命越来越长 现在日本政府打算 要将老年人的年龄标准往后延 经济界建议延到70岁 但是很多人都持不同的意见 有人说这样子 是不是代表要工作到死 如果日本政府上修老年人的定义 也将会影响到 企业退休年纪的标准 还有养老金的年龄 来台湾三十年的渡边玉美 现在经营占卜事业 开班授课 迈入花甲之年 渡边玉美希望自己能工作到 不能做为止 若是在日本 她已经到达企业的退休年龄 再过五年就能开始领取养老金 然而现在日本经济界 呼吁政府把老年人的定义 调高到70岁 日本政府想要解决人口减少 造成的劳动力不足问题 同时让社会福利及财政能长期持续 日本内阁府预估 二零四五年七十到七十四岁 人士的劳参率约百分之五十六 不少长者因为养老金微薄 不得不继续工作 老了以后继续工作的话 有关系那个社会 如果没有工作的话 只有一个人吧 但是关系社会的话 跟年轻人聊一聊呢 这个是对老人很好吧 如果没有工作的话 越来越没有通力呢 还有比较脑袋 比较这个吧 过去日本政府就曾考虑将老年人的定义 调到七十五岁 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上 有议员建议折中 延后五年到七十岁就好 比较具可行性 事实上日本的法律 其实并没有规定 日本老人的年龄是在六十五岁 这个规定是没有的 然后呢 那为什么多数人认为 六十五岁以上是老人 大概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 日本公司的退休年龄是六十五岁 也就是六十五岁之后 你其实是已经没有一个固定收入了 第二个就是日本的老人年龄 是从六十五岁开始勤零的 所以六十五岁以上就被认为是一个老人 为了维持经济稳定 解决劳动市场短缺 学者认为政策调整是必然 但企业界如何配套 也有镇痛期 对于日本的民间来讲 他并没有做好准备 譬如说以大企业来说 目前现在大企业 就是调整退休年纪的 或者是延长让员工 能够工作到七十岁的企业 只占百分之零点六到零点七左右 这大企业 中小企业长一点 到百分之三到四左右 所以说这完全 日本政府虽然有鼓励这一点 然后日本的一些团体 也在呼吁这一点 可是日本企业并没有做这个准备 有百分之三十九的日本人 打算工作到七十岁以后 政府也鼓励企业雇佣老年人 打造高龄友善职场 不管他们的业界经历 或者是他们整个的工作经验 其实对各个产业 是有很好的抑注的 可是整体来讲 却被定义是中高龄以上 甚至从公司的角度 不见得是那么重视相对的 所以我们相信说 如果企业界在整体 可以做比较快速的调整 有可能可以比政府做的 更有弹性的调整的话 可以去把中高龄的人口 或者是过去已经退休的人 再聘回来 一方面我们也觉得说 如果从中高龄的角度 他其实可以做一个职务再设计 我们想象中高龄 他有可能年纪相对比较大 如果他今天在零售业 可能不能爬高爬低 那是我们的预设 但是不见得 但是我们可以配合 比较年轻力壮的年轻人 来跟他做一个搭配 那中高龄可以分享这个经验 同时也可能两边讨论之后 会有更好的火花出来 壮世代引发族 继续工作的原因有很多 这也是进入超高龄化社会 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TVBS新闻罗氏鹏 杨青坡王浩 与台北采访报道 之前曾经发生过 中国大陆家庭 长时间使用竹块 没有注意清洁 发媒还继续用 结果用到了筷子产生黄麴 毒素全家离癌 这筷子的清洁特别重要 拿起两双筷子做比较 上班族李小姐同时也是家庭主妇 要工作也雇家庭 白天公司用餐 晚上家里开火 对于筷子的使用 对于筷子的使用也有一定区别 如果说是木筷子的话 大概三个月到半年换一次 因为它如果用菜瓜不清洗 它容易有刮痕 刮痕久了 容易那个藏污纳垢 不锈钢筷子呢 大概一个礼拜 我会用热水给它煮一次 因为它也怕藏污纳垢 因为它这前面 有这个磕痕 为了增加它的那个摩擦力 平常若为了方便 使用棉洗筷在所难免 但若是在熟悉的办公室 李小姐就会选择用不锈钢筷 用棉洗筷是因为不用清洁 但同时也有安全疑虑 不锈钢筷虽然要洗 但使用上比较多元 各有优缺点 棉洗筷它的缺点就是 可能它上面有化学药剂 可能长久使用 可能对身体不好 但是外面为了方便 或是水源不好取得 我们就用棉洗筷 那在家或是在办公室 我就喜欢用这个不锈钢筷子 不锈钢筷子比较好清洗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很滑 筷子种类白白种 但其实使用上也得注意 中国大陆过去就有传出家庭 长期使用竹筷跟厨具不更换 导致发霉 资深一级致癌毒物黄菊毒素 长时间使用 导致一家四口全部离癌症 毒科专家表示 一般家庭采用的竹筷木块 容易受潮变形 深菌发霉 使用上得特别注意 市面上常见的筷子种类 有很多 主要以五种为主 第一是竹筷 优点耐用轻盈 价格适中 但容易发霉变质 第二是木块 环保天然 质感不错 但容易受潮 第三是塑胶筷 便宜容易清洗 但不耐高温 不环保 第一次是不锈钢筷 耐高温容易清洗 但使用上比其他筷子稍嫌不易 第五是玻璃纤维块 轻盈不容易变形 但价格高 也容易摔碎 各家筷子各有优缺点 塑胶筷 它本身不要选择色彩鲜艳的 因为色彩艳丽的部分 它都有染料 基本上不要选择颜色太鲜艳 因为颜色太鲜艳 会有微量的一些重金属的产流 不环保天然 事实上它很耐高温 所以我们在吃食物的100度 它是不会溶解出 所谓的重金属出来 但是它一旦有刮痕就有微量 不环保天然 不环保天然 表面的有什么表面处理 可能它如果有刮痕的话 反而就会生臭 还有释放出微量的重金属 所以基本上 不修干筷不要刮痕 避免筷子产生问题 影响健康 专家给出建议 表示家中常使用的筷子 每次清洁都要彻底 最好能一根一根洗 后续使用沸水煮沸一分钟 之后沥干或放入烘碗机烘干 另外也要定期检查 筷子有裂痕或磨损 一有就得换 若是木筷 建议三到六个月更换一次 少用有磕痕凹槽的筷子 减少细菌残留几率 总之竹筷和木筷 它要放在干燥通通的环境 避免沓门 那此外 所谓中国大陆有人 用碳木筷吃到中毒的世界的话 可能是那个 比较独的细菌被感染 总之把它干干 也要沓门 竹筷木筷的话 它比较环保比较便宜 不过你用这个竹筷木筷 就是要提醒自己说 我用完之后马上清洗 然后清洗的话 你不管竹筷木筷 一定要把它烘干 保持干燥 不然的话就担心说 如果说潮湿的话 也就可能会有一些 弥菌的污染 那弥菌污染的话 就担心吃到一些 弥菌毒素 用餐食材重要 餐具也不能马虎 多次清洁 定期更换筷子 避免魔鬼 藏在细节里 TPS新闻张家宝 蓝玉民台北 咱们报道 好 接着好 来看您听过 黑色脊皮症吗 主要的症状 包括皮肤变黑 受影响的皮肤区域 变得暗黑或黑色 颜色随着病情加重 越来越深 过去或许听到 妈妈怪小朋友 洗澡洗不干净 脖子皱褶处 溢下黑黑的油险 皮肤出现黑黑脏脏 事实上这是胰岛素 过度分泌产生 黑色脊皮症 颈部腋下手肘 膝盖甚至是 趾关节等皮肤皱褶处 皮肤颜色呈现 深棕色到黑色情况 皮肤看起来粗糙肥厚 也有可能会出现 细小的丘疹 或表面粗糙的感觉 伴随轻微搔痒 黑色脊皮症 是一种皮肤变化 通常放在皱褶处 包括颈厚 腋下 属膝部 有三大特色 皮肤变黑 变厚 可能产生异味 患者来求诊时 常常以为是自己 洗澡洗不干净 皮肤黑黑的 怎么洗都洗不掉 最常见的原因 是胰岛素抗性 这是指人体细胞 无法有效利用胰岛素 所以必须制造更多的胰岛素 当血中胰岛素偏高 最后引起皮肤里的 黑色素细胞 不正常增生 产生黑色脊皮症 家长带着小朋友 来我们这边做进一步的了解跟检查 这些小朋友 如果你去帮他验血糖 或是验另外一个叫糖化血色素 通常都是在正常的范围以内 少部分其实已经有跑到 有一点叫糖尿病前期的这个阶段 那因为在黑脊皮症 它其实是一个体内胰岛素过度分泌 产生的一个这一个表现 它和胰岛素主抗有相当密切的关联 也就是说糖尿病 肥胖或者是具有代谢性疾病的患者 可能会出现黑色脊皮症 那为什么胰岛素主抗的患者 会产生黑色脊皮症 因为过量的胰岛素 它可能穿透整皮层 黑色脊皮症主要发生的原因 通常是并有血液中胰岛素浓度过高 或出现胰岛素抗性的关系 当血中的胰岛素浓度过高 会作用在皮肤角质细胞 也就是所谓的 肋胰岛素的生长因子的受体上 会使皮肤的角质细胞里面的 集细胞层过度的增长 导致皮肤变厚增厚的一个现象 临床上如果我们有观察到 这个黑色脊皮症的患者 通常我们首先要怀疑说 它是不是有糖尿病的问题 是血糖过高 或是说它是一个BMI过高 身材过度肥胖的一个问题 所以当这个黑色脊皮症 被我们发现之后 通常我们会建议患者 要做一些血糖的检测 如果他有糖尿病 或是血糖过高问题 而不自觉的话 我们会建议他 要到新陳代谢科 做一个血糖的控制 最常见的是肠胃道的线奶 因为这些线奶的癌细胞 它也会分泌生长因子 去刺激角质细胞表面的 肋胰岛素生长因子受体 让角质细胞增胜 但这种恶性肿瘤相关的 黑色脊皮症 通常会长得更猖狂 甚至连额头 脸颊 躯干 手背 脚背 等等的 非皮肤皱褶素 都可能产生角化病灶 那患者的口腔黏膜 包括舌头 嘴唇 会变后变粗糙 黑色脊皮症 如果说在内科治疗之后 还是有像皮肤色素沉淀的状况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用外用的A酸 就是用涂抹的A酸 或者口服的A酸 口服的D 维他命D 那辅佐就是雷射治疗 来让色素沉淀的状况 获得改善 除非黑色脊皮症 是因为癌症 譬如说 鼻炎癌 食道癌等等的癌症 那我们把病灶要切除之后 那他的状况才会改善 那这样的话 这种状况是需要做开刀的治疗 医师提醒 黑色脊皮症通常与胰岛素阻抗 肥胖 糖尿病 内分泌疾病 像是多囊卵巢综合症 某些药物或癌症相关 发现时应积极定期回诊最终治疗 降低病情 恶化风险 TVBS新闻 焦翰文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